學攝影一定要買相機嗎? 大家好,我是傑森,歡迎來到新手攝影的50道難題 俗話說得好,功欲善其事,底先第七七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認為,不管做什麼,一定都要先用一副好的工具 因此想學攝影,就要先用一台相機 其實這句話只對了一半 這裡指的相機傑森認為是只有拍照功能的機器 不見得是專業的單眼相機 你也可以只是手機,或是其他小相機之類的 尤其現在的手機相機功能越做越好 不少身邊的朋友都開始以手機攝影為主 那你就問傑森,所以我沒必要買相機了嗎? 這句話也只對了一半 當然你也可以只用手機來學習攝影 但其實很多功能調整、拍攝技法 都需要藉由專業的單眼相機才可以辦到 而且整個操作過程可以讓你更加理解整個攝影的原理 而不是單純透過手機的濾鏡、AI技術來達成 就像是我們今天想學煮菜一樣 不見得像需要飯店的主廚一樣有一整套完整的廚房系統 只需要簡單的瓦斯爐、電磁爐、甚至是電鍋、氣炸鍋等等 都可以輕鬆煮出一道道料理 但如果想要學最紮實的料理功夫 甚至從脆煮飯變成廚師、飯店廚師等等的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火候啊、刀工啊 每個環節都需要自己親自的下手去學習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學攝影一定要買相機嗎? 這問題就看大家只是想要拍好照片或是學好攝影而定 就像你只是希望自己可以解鎖出一道道簡單的料理 或者你一直稱為廚師、攝影師等等 至於買相機該如何挑選品牌呢? 這個我們之後會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喜歡這樣的內容 別忘了按讚、分享 在留言區底下留言 都是我們持續分享的動力 我是傑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